今天想拍一條面膜開箱 我在亞米網這裡買了一大箱的面膜 亞米網是賣一些亞洲產品 不只是面膜 它有一些食物 什麼都有 我的螺絲粉也是在亞米網買的 他們的價錢不算太高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比較貴 如果在門市買一些亞洲產品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開始 很緊張 而且我等了幾天才拆這個 打算一起拆 之後我就可以用面膜 因為我這陣子也敷得算是長的 一打開就看到一些有氣的 一些墊 怕弄爛 這個是sexy look 這個是台灣回購 補水的面膜 而且我現在也不會敷美白 因為始終比較傷皮膚 美白還有有時候會敏感 所以我買的面膜 全部都是保濕的面膜 然後有這個日本牌子 肌尾症 這個也很有名的 粉紅色 而且我記得我之前也有用過 也不錯的 印象中記得也是保濕的 而且它的面膜很可愛 是3D 中間那裡有一條 3D 而且包著一點頸 這個不是面膜 是一個發熱眼罩 這個我是新去試的 之前沒試過 但可以重用再重用 放入微波爐 還是可以用 好像印象 250次 這個可以 所以也不錯 可以試一下這個 看看是否真的可以用到250次 而且好像比較環保一點 比起那些 接下來我會講的 就是這些 即用即器的面膜 但我也要再研究一下 因為第一次買這個 我看可能不找一個 paper towel 去墊 因為也怕 如果用250次 同一個地方也怕有細菌 那些 而且它有一些 紅豆綠豆在裡面 熱眼罩 我買了這個菊花味 很喜歡用這些眼罩 因為睡覺的時候容易入睡 而且我也買了好幾盒 一盒裡面這個有十幾塊 十四塊 而且比較划算 如果真的買一大盒 還有這些 金吉味 我記得我也買了很多其他的 但暫時還沒看到 有宣傳單張 還有另外一個 空氣這些東西 之後是深田藥妝 他們的面膜也蠻好用的 是一些 每天用都可以的 是一些保濕 玻尿酸 深田藥妝我覺得他們的面膜 差不多 每一款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包裝 但用出來之後的效果 其實沒有哪一款特別好一點 不是 也有選擇 這個也是深田藥妝 但是是一個眼膜 這個第一次試 沒試過 一盒裡面有 有二十片 十箱 然後是這個肌尾精 這個印象中好像沒用過 但它的評判也蠻好 所以也想試一下這個 也是日本牌子 有五張在裡面 好了 然後又是sexy look 這個也是眼膜 沒有試過用這個 也想試一下 而且它不僅是在眼底的位置 它是連在鼻這個位置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看看好不好用 之後也是肌尾精 是這個3D面膜 是一個超級乾燥 下一個又是sexy look 這個就是深層修護 而且之前也有用過 也不錯 我覺得最好用就是 剛才第一個說的 就是這個紅色的保濕 然後就是這個深層修護 也說水白 但這個完全不是美白 這個非常保濕 之後也是深田藥妝 也是另一款玻尿酸的面膜 好了 有些特別一點的東西 終於是韓國牌子 我好像買錯了 不對 因為我起初看不到AHC這個字 因為起初在... 先看看 誰知道他看了另一個牌子 原來這個是AHC 因為我滿喜歡用他們那款的面膜 他出了這一套的面膜 有洗臉 Toner加上面膜 是B5的面膜 也是一些保濕的面膜 所以也想試一下這個 另外我也很喜歡用他們的牌子 面膜 但我沒有回購 因為其實我還有存貨 而且面膜會過期 所以也不想買太多 而且隨時買都很快說送貨到 所以也試一下這個 一盒裡面有五張 至上差不多講完了 因為這些也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這個發熱眼罩 就是這個Rose的味道 買了很多貨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用他們 然後也是Rose的味道 到最後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菊花 好了這邊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而且如果住在美國的你 知道有什麼網 可能價錢不是太高的 而且是真貨的 有些網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推介給我 因為我也很有興趣去看看 不只說面膜的 可能一些化妝品 或者一些亞洲的網 我也有興趣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拜拜